五点半 今天不困了 想什么那么认真呢 我一个月前看了一部剧 还没看完 但我忘记剧名是什么了 回去再查查 记得这么清 剧情是什么 讲的是一个高中生 用一面镜子穿越到了古代 遇见了一个王爷 第二天用镜子穿了回去 发现自己来到了十年后 来回穿越 啊 等等 哥哥帮你问问 傅云深拿出手机 拨了个号码 喂 七少 找兄弟什么事 帮我查一个电视剧 剧情是 傅云深看了眼女孩 没有丝毫停顿的 将她先前的话 复述了一遍 七少 你被穿了吗 少点废话 快找 哦 聂招马不停蹄的去找了 他自己看了一家 小的娱乐公司 找起来很方便 二十秒的时间没到 聂招回复了 我操 七少 我吐了啊 这么狗血的剧居然还是我公司出品的 你等着 我马上就骂他们 拍的什么玩意我暂且也不知道 不过就这剧情 我分分钟捶望那群编剧的狗头 脑子里不知道装什么东西 哎 那什么七少 我跟你说剧名啊 有点长 还很羞耻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五秒后 傅云生挂了电话 神求难得的复杂了几分 妙妙 你看的这部剧叫做霸道总裁和冰山王爷每天都在为我争风吃醋 一件衣服 久不见 字幕提供